好来看到这个民生物价阶列寒涨 双北市的公车票价已经动涨24年 业者是承受这个通膨跟疫情的冲击 工会也酝酿在月底要争取调涨运价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双北市公车票价多年来维持全票15元 学生票12元和半票8块钱 距离上次调整价格已经是前市长陈水扁时期 马19接报后承诺8年不涨票价 到现在已经动涨24年 只不过万物飙涨工车业者两年来 饱受通膨和疫情冲击 工车工会已经酝酿将在7月底争取调整运价 根据了解工车业者亏损情况超乎以往 运价补助也翻倍预估超过90亿元 过究竟要调整多少工会不愿透露 强调会争取合理价格 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回到政府身上 运输管理学者表示低票价就没有好品质 首摇杯不断上涨到40 50元 工车还维持在15块 恐怕让工车系统布上台铁后城 失去竞争力 但适逢年底选举 政府官员绝口不提工车涨价 北市交通局长陈学台只表示 工会提案后台北市先评估 再送到双北运驾审议小组 预估要半年时间 也就是说要等到下任市长才能定案 以上是问您掌握到的消息 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万物飞涨民众很有感 这是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物价指数 比起去年同月涨了3.59% 那么其中蔬果类受到天活的影响 因此价格是不断在攀升 只有菜饭透露了 说目前像是菠菜涨最多 由于现在并非是产季 因此从一台金的20块到25块钱 最高已经涨到了130块钱 限制上个月受到美女季的冲击 像是小白菜涨幅也来到三成 至于芒果西瓜等等 因为产量大减 涨幅同样勾达三成 此次行问蔬菜价格婆妈蒜盘打了金 约看16号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6月消费者物价总指数 年增率3.59% 创下近14年来新高 其中影响最大的旧式食物类 与去年同月相比涨7.27% 上次上市的水果受天候影响 价格不断攀升 菜篮足很有感 高厘菜前几天有的快接近上千 这几天差不多750 因为现在原物料都很贵 四季都有涨 那些芥兰菜都有涨 家庭开销增加不敢一次卖太多 以菠菜来说因为并非产季涨最凶 从于台阶20到15元 最高涨到130元 相当于一个便当 而上个月受梅雨方面影响 地瓜叶小白菜等叶菜类涨幅充到三成 必定天气多变 实在难以触摸 菠菜今天都没到货 不是它的产季 还有就是那个高厘菜苗也都没有货 下雨天的话 小白菜它是涨得最快 可是它也是涨得最快 大概一台金大概55块 青椒西瓜辨别品质好坏 但价格可就难以掌握 稍先前大雨一台金比去年贵近2块钱 就把台湖角局再度上涨 因为台南芒果产量大减5成以上 涨幅超过三成 芒果经营因为产量的问题 所以说它已经减少五六成 芒果价钱都比较高 偏高 冬产品最怕台风 如果台风进来可能东西都会大涨 西瓜或者是像我们平常 就是平常老百姓会吃的 对啊 秋八天要不测风云 尤其7月台风季 蔬果价格可能再生涨深 老百姓的荷包持续紧缩 且将程序追不太重 不走